Cernal Rookie是许多Windows安全研究员所探豪的主题 不过随着时代演进方法也有所改变 随着PatchGuard的问世 原本的后门都不再适用 这场议程中 讲者将介绍攻击者如何绕过PatchGuard 来瘫痪防毒软体达到恶意利用 那我们暂时欢迎哲哲所带来的演讲 大家好,我是哲哲 谢谢刚刚Android Boy的介绍 那我在这个议程我要分享的主题是 Ringling Root Kit在Windows Kernel与病毒共存 我是哲哲 那我今年同时是讲者 那也同时是工作人员 所以我今天是代表讲者还有工作人员在这边 那分享议程 然后我是目前就读于台大电机资安所 然后在DCNS Lab的议员 然后也是Tim T5的Intern 然后目前同时是Bamboo Fox和TSJ的战队队员 目前主要在研究Windows系统安全相关的主题 这是我们议程的Outline 这个议程的Outline 首先我会先介绍Background 就是我们的Antivirus防毒软体 它的架构会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会概念性的去讲解 我们可以怎么去攻击这个架构 再来第二点我们会去介绍Patch Guard Patch Guard是一个Windows的内建的一个机制 它会去检查你有没有做一些Kernel Patch的一些行为 那我们这个议程很多攻击都会去选择去绕过这个Patch Guard 然后来达到我们的攻击 第三是OB Register Callbacks 那OB Register Callbacks 它会是一个也是Windows的微软提供的一个机制 很多防毒软体会拿这个OB Register Callbacks 去实作自我保护 那我会去讲解怎么去绕过这个OB Register Callbacks 或是攻击 再来第四个是Infinity Hook Infinity Hook它也是针对Patch Guard去做绕过的一个攻击 我们可以在有Patch Guard环境下去做到Kernel Hook的行为 第五点是KDU KDU的话就是我们前面刚刚攻击讲完之后 就会有一个Driver 会有一个去攻击的Driver 那我们需要去载入这个可能没有签帐的Driver 我们就可以用到KDU这个工具 那它也是一个有绕过Patch Guard的一个攻击手法 最后是与病毒共存 Corexics with Virus 就是与病毒共存 那现在大家在现实世界的人们都在讲说与病毒共存的同时 我们在Windows Kernel也要与病毒共存 那我会在我会介绍我的专案Temper AV 那它会去针对360Total Security这个防毒软体去做攻击的手法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是测试的防毒软体有什么 从左到右 下面的图从左到右分别是金山独霸 在中间是360Total Security 右边是江明防毒 那这三个都是中国防毒软体 其中中间的360Total Security 更是中国目前数一数二的防毒软体 那我们的demo 我们最后的demo也是会拿这个360Total Security 来当做我们的测试 我们的demo目标 然后是我们的background 就要开始介绍防毒软体的架构 还有它的自我保护 是怎么被实作出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防毒软体的部分 那一般人想到防毒软体 可能就会想到 他可能会帮你隔离恶意档案 或者是去阻挡可疑的行为 或者是恶意的行为 又或者是说 他会去anti-ransomware 去反勒索软体 所以在这个 防毒软体帮助我们系统 保护我们系统的同时 系统本身也需要去保护自己 不会轻易的被其他的恶意程式给关闭 因为他要保有正常功能嘛 所以通常 防毒软体都会在kernel 有个driver kernel我们一般称为ring0 那user mode 我们会称为ring3 所以一般防毒软体 会在ring0有个driver 在ring3有个process 那我们就要来问我们自己 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防毒软体在ring0 就是kernel mode 跟在user mode 就是process跟driver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第二点是我们要问自己 这个 我们可以怎么去攻击他们这层架构 下面这张图 上面是user mode 就是ring3 下面是kernel mode 就是ring0 那防毒软体 在user mode 有个process 在kernel mode 有个driver 那防毒软体 它其实就是 它的process 会去收集一些 在user mode的一些资讯 那收集到的这些资讯 或者是从远端来的指令 又或者是可能是我们使用者 在这个界面上去点点点 然后就 就是也会传送一些指令 那这些资料 就会去 会去到那个kernel的driver 把资料传到driver中 那driver也是 会在kernel层 可能去做一些 侦测阻挡的行为 然后会把资料 传回antivirus的process 那同时 自我保护 也是在这个kernel中 去被迟作的 在这个user mode 防毒软体在user mode 和kernel mode 其实都是会去做 对这些process 其他process去做 侦测的行为 那假设 今天这个process中 出现了一个mallware 它出现了一个mallware 那这个恶意程式 也就是mallware 它尝试了去存取 防毒软体 那会发生什么事 结论上是 会被access deny 会被拒绝访问的 为什么 因为 有 就是防毒软体 它有在kernel 是做自我保护机制 也就是说mallware 没有办法 它在user mode的层 它没有办法去 直接的 对防毒软体造成危害 对 因为kernel的权限比较大 但是呢 有个情况 假设mallware 今天也在kernel mode 出现了 就是我们的mallware 他们的mallware 攻击者 它取得了kernel的执行权 那这个时候 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这时候 在kernel 21层次 可以在kernel 去攻击 这个自我保护机制 然后 上面的access deny 就变成access allow 就是我们的mallware 就是可以去 成功地存取到 antivirus 就是fondoranti 的process 的handle 那以上 到这边为止 其实就是 有些概念性的解说 那你说 到底我都懂 那到底要怎么做呢 所以 我们就要来具体的实作 告诉大家 刚刚讲的这些概念 是要 有没有办法 是怎么被实作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先来 介绍一下这个patchguard 要先来介绍 这个patchguard的机制 因为整个地域 有很多攻击 都需要去绕过 这个patchguard的机制 patchguard 全名叫做kernel patch protection 顾名思义 它就是去针对kernel patch 就你在 如果有改kernel的东西 你patch了kernel 那这个kernel patchproduction 就会去 侦测到这个东西 然后并且 产生BSOD 就是我们的 我们所说的crash 或是蓝屏 这个机制是在 X64的Windows Windows XP和Windows Server 2003之后 才有的机制 所以在这个版本 这些版本之后 就没有办法 就如果你对一些 你做一些kernel patch 被patchguard 侦测到了 那你就会BSOD 就是蓝屏 或者说是崩溃 又或者说是crash 那我们来看一下 patchguard 其实不是 直接去扫整个kernel memory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保护范围的 所以我这边列了几点 这些 这些保护范围 其实是没有被公开的 就是没有被微软本身自己去公开 而是被研究出来的 那我这边列了很多 我们这边主要要注意的地方是 SSDT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它 因为我们后面的攻击 我们第四个章节的infinity hook 就会去做到hook 相等于hookSSDT的功效 但是又不是hookSSDT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绕过patchguard 所以我们这边 特别介绍这个SSDT 那我们后面也会去 简单介绍它 那你说patchguard这么强大 我们有没有办法合法的去 先关闭它 可能我要测试一些东西 其实可以的 我们可以用BCDEDIT 然后把测试模式打开 把测试模式打开 那这时候patchguard就被关闭了 那你说有合法的方法 当然就会有非法的方法 那我这边提供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都是 这个议程会使用到的方法 那第一个是leverage unprotected 就是攻击没有 就利用没有被保护的范围 刚刚有列出好几点嘛 patchguard就是好几点 有保护的地方 那有保护的地方 就代表有没有保护的地方 所以 我们就可以利用 没有被保护到的地方 假设我们今天可以透过 改那些没有被保护到的地方 来做到跟改有保护的地方 相同的效果 那我们就等于是绕过了patchguard 那右边是restore after patch 那顾名思义就是去改完之后 然后做回复 patchguard它其实不是一天到晚 时时刻刻都在扫我们的kernel memory 它其实是有一个周期的 但是是random的时间 就可能每一段时间它就去扫 你有没有去偷偷改 这kernel的一些 做一些kernel patch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透过patch之后 我们patch一些kernel memory之后 然后把我们想做的事情做完 再把它改回去 那patchguard就不会发现 所以要在 但这个方法只能用在 短时间的更改之上 你不能长时间去改它 那我们后面的kdu 就第五个章节kdu 会使用到这个方法去绕过patchguard 那你说patchguard这么厉害 那我们的kernel hook都不能做了 因为kernel hook其实也是 也是一种patch 它也是会去patch到kernel的memory 所以现在已经不能做到kernel hook的动作 因为在patchguard出现之前 patchguard出现之前 patchguard出现之前 防毒软体 有很多防毒厂商 其实都是透过hook 和一些 例如刚刚说的SSDT 来做自我保护或是政策 但现在都不能做了 所以 微软相对应的去提供了其他机制 那我这边简单列了几个 那有ob register callbacks notify routine mini filter 那还有很多 但是 我们这边主要去介绍的是 要注意的是这个ob register callbacks 这边我们要介绍这个ob register callbacks 我们先来看一下微软的介绍 就是msdn的介绍 那它就是说 你可以去对thread process desktop handle的一些操作去做侦测 那它可以让你注册一系列的callbacks 当你做了这个行为 当你尝试去存取thread process desktop的handle时 它就会进入这个callback中 好 这是msdn跟我们说的 就是微软的搭配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ob register callbacks 它这个函数 要怎么使用 让我们才可以知道防毒软体是怎么使用它 来做到自我保护的 那我们这边主要要注意的是 第一个 第一个参数 叫做callback registration callback registration 简单来说就是callback的一些设定 callback的config 那下面那个registration handle 它就是在我们注册callback之后 会返还一个handle给我们 那我们之后 可以透过操作那个handle 来启用或是关闭这个callback 那回到刚刚的callback registration 这个设定 那它这个结构 其实是有五个成员 那这边有五个成员 那前四个其实都不是很重要 那我们还是简单介绍一下 version 首先是version 它就是我们callback的版本 那再来第二个 operation registration count 就是因为callback 你一次可以注册不止一个 你可以注册很多个 所以 这边就让你填 你要一次注册多少个数量 再来是第三个altitude 就是你这个callback 希望在 第几个 它的被触发的顺序 第四个 registration context 它就是一个driver去定义的值 它就是一个driver去定义的值 但是前四个其实都不是很重要 我们就是来看第五个 OB operation registration 这个OB operation registration 里面就是我们 主要去设定 我们要征测的目标 设定我们征测的目标 是什么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 在最下面 那最下面我们首先 就是可以决定 我们要征测的object type 就是刚刚前面有说到 它可以针对thread process desktop的handle 去做征测吗 那 它其实这边就是让你选说 你今天是想要征测thread 还是process 还是desktop的handle 那第二个也可以去 征测 针对你要去 你的handle operation 例如你今天是opened 还是duplicated 你可以去检查说 你今天想要征测哪一种类别 的handle 然后第三跟第四 分别是preoperation 跟post operation 不明思义就是前处理跟后处理 那我们就可以去 方端体就可以去 针对这个 dread process desktop的handle 去做前置作业 和结束后 也可以有一个callback 去做整理 那讲到这边 我们既然可以在 一个process的handle 被传取之前 就去做一个callback 那一个很直观的想法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来做到阻挡 就是例如刚刚所说的 我们要把一个process handle 取消 我们要存取一个process handle 那我们就可以 在它存取之前 进入这个preoperation callback 然后去做阻挡 我们就deny这个行为 那我们就等于做到了 去自我保护 保护我们自己的process 不要被存取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直观的用法 那其实不只是 ob 不只是那个防毒软体 会使用到ob register callbacks 其实 anti-cheat 就是反外挂 游戏的反外挂 也会使用到这个机制 所以在听完这个议程之后 有人跟你说 这个软体 它要使用到obregister callbacks 那你就说 哦 register obregister callbacks 没错 就是那个2022hecon 某个讲者讲到的 obregister callbacks ok 所以 大家今天这边obregister callbacks 得到之后 就是它其实可以用在 应用在很多的场景 那这个obregister callbacks 其实非常的强大 它在kernel 它是一个kernel很 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绕过它 好 那这边提供了两个方法 左边是obregister callbacks 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微软的API 但是我们攻击者 可以滥用 可以滥用这个obregister callbacks 去做到恶意的利用 我们 就跟刚刚obregister callbacks 一个相反 它就是 一个是注册callback 另一个是取消callback 那它怎么用呢 obregister callbacks 你只要给它 这个registration handle 刚刚前面obregister callbacks 有讲到 第二个参数 它会 它会传给我们一个 handle嘛 那那个handle 你就可以拿来 拿来用来obregister callbacks 把它取消掉 所以我们其实 是可以滥用这个API的 不过用这个API的缺点是 那个callback 就这样子被取消 它就被 它就已经不在callback当中了 这是坏处 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你用这个方式 去onregister的话 会比较明显 所以 这边我们提供另一个方法 叫做patch patch这个方法 就比较hacking一点 这边是pchunter 假设我们今天打开了我们pchunter 我们可以看到pchunter 它可以去把我们的注册的callback 全都列出来 不只是列出来 它还可以去反主意它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些callback的位置在哪 好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callback的函数 假设原本长这样 原本的callback涨降 假设放途软体间注册了一个callback 然后这个callback的一开始 就是函数 里面所执行的assembly 就是竹语 大概涨降 假设是涨降 那我们今天就是把前几行 换成 xor rxrx return 那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 有学过C语言的 它其实就是我们returning 也就是说 我们就是在 防毒软体这个callback 去做侦测或是阻挡 的行为之前 就把它return掉了 那我们就等于是说 去绕过了这个callback 的自我保护机制 所以 ob-registercallback 它虽然是一个强大的机制 在你patch之前 它是左边的肌肉彩彩 但是在你patch之后 它就变成了 右边的酷酷彩彩 因为它的 那个 防护能力就已经被我们取消掉了 那再来是要介绍infinity hook infinity hook 为什么会需要这个东西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张图 当我们从user mode call一个api 到kernel mode时 它其实是经过很多处理的 假设我们今天 从最左边 最左边的kernel32.dl 开始 我们要呼叫 createfile 这个api 那它其实 kernel32.dl的createfile 它其实是呼叫ntdl的ntwritefile 那在ntwritefile中 在call这个ntwritefile时 它其实才是真正进入我们的kernel 那在kernel中 这个api 会被各种查表 就是各种 在真正call到syscode之前 它会被各种查表 那其中有个表 叫做ssdt 那也是前面刚刚很强调的一个table 那在patchguard出现之前 很多房租厂商 其实都是透过hook ssdt 来达到 侦测或是阻挡的效果 但是在 有patchguard之后 我们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了 对 因为patchguard会去 如果发现你如果hook了ssdt 那它就会给你crash 导致你的系统不稳定 于是 我们就要来makehook great again 让hook再次伟大 那我们就要来介绍这个infinityhook 它是怎么做到hookssdt 而且又不被patchguard侦测的 我把infinityhook分成六个小步骤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去找到etwDebuggerData 这个结构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它呢 一开始 从n2s kernel.exe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个特征值 那找到这个特征值之后 这个位置 所指向的结构 就是我们的etwDebuggerData 所以第一个步骤很简单 就是找特征值 然后它的pointer所指向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找的结构 etwDebuggerData 那再来是wmyloggerContext 我们要去找到这个 也是一样 是去找这个结构 刚刚的etwDebuggerData 在中间的上面 中间的这个方块的上面 那我们在etwDebuggerData 加0x10 the offset 的位置 那它这个位置所指向的地方 就是etwDebuggerData Zero 在这个etwDebuggerData Zero 所指向的地方 再加0x10 就是wmy 我们的目标 wmyloggerContext 好 那这边我们可以先记一下 wmyloggerContext 我们已经找到它了 第三个步骤 我们要找到这个SSDT 因为后面会用到这个SSDT 的位置 我们要透过它的 就一个位置 是不是在这个SSDT中 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找到了Syscode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SSDT 那其实找到SSDT 算是一个比较泛用的技能 而且 要找到它 其实是根据不同的 你要根据不同的版本 那会对应到不同的offset 那会对应到不同的offset 这边我们只简单介绍 从n2s kernel.xe中 去找signature 那signature 其实也是根据版本 会有所不同 那我们找到这个特征值之后 它所指向的地方 就是SSDT 那SSDT里面就是存放着 各个Syscode的address 好 那接下来第四点 是我们的 整个infinite hook 的精髓 就是hook getcpu clock 还记得刚刚的 WMiloggerContext吗 在最 在最右下角 有我们第二步 第二个步骤 找到的WMiloggerContext 在这个结构 然后 加一定的offset 在Win7跟Win11 我们要加0x18 在Win8到Win10 我们要加0x28 那在WMiloggerContext 加0x18 或0x28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所指向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getcpu clock 在最右下角 那个格子 就是我们要准备 hook的function getcpu clock 那我们已经找到它了 我们已经找到 这个function pointer了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很简单 就是去hook它 我们就hook这个getcpu clock function 把它改成我们的自己的detowered getcpu clock detowered就是转道的意思 你去创改这个getcpu clock 那我们要在getcpu clock里面做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的第五个步骤 找到syscode 我们要去找到我们目标 要hook的syscode 那在我们的detoweredgetcpu clock中 在我们创改的getcpu clock中 我们要去找到我们的syscode 那首先就是从stack中 去找到两个metric 透过两个metric number 去定位出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我们继续往下找 我们继续在stack中去寻找 去找有没有符合 在ssdt里面的位置 那我们之后 我们最后会找到 有一个位置 它其实就是ki system surface exit 这个function pointer 那我们把这个ki system surface exit 当作index0 那在index9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syscode function 就可能 说刚刚说的可能 这些 例如nti-create file nti-write file 之类的 这个syscode function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要不要去hook它 那最后就很简单 我们已经找到了 我们的目标syscode了嘛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去把 这个syscode 变成我们串改后的syscode 所以就变得很简单 去hook它 我们就把syscode 转成我们记忆想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 这样子做就不会被patchguard 侦测呢 是因为get cpu clock 它不在patchguard 保护范围中 刚刚有说到patchguard 有很多保护范围 有它的自己的保护范围嘛 那这个get cpu clock 其实就不在保护范围中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去hooksyscode 不过 刚刚所介绍的方法 在windows1909之后 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原因是get cpu clock 它不再是一个function pointer 等一下会介绍 它其实是个index 所以这相当于 varrant在跟我们说 you should not hook 它不让我们hook了 就是我们在最右下角 这get cpu clock 我们没有办法hook了 那怎么办 make infinity hook great again 让infinity hook再次伟大 那我们来介绍这个infinity hook pro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get cpu clock 为什么不能再被hook了呢 因为在windows1909之后 这个get cpu clock 它不再是一个function 而是一个index 这导致说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改 get cpu clock 这个function pointer 改成我们自己的 上改后的function 对 所以 它现在是个index 那根据不同index 它会执行不同的function 那假设 那我们这边主要 要去注意的事情是 要去注意的index 是第二个 第二个 timer query host performance counter 但是我们也不是要去hook 这个timer query host performance counter 我们要hook的地方是 这个timer query host performance counter 里面的hvl get qpc bias 这个函数 我们主要去hook hvl get qpc bias 所以前面后面的步骤都不变 我们只变第四个步骤 我们不再是hook get cpu clock 而是hook hvl get qpc bias 这个函数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hvl get qpc bias 里面 我们要去怎么找到 我们要怎么找到这个函数 那一样 n2s kernel.exe中 我们去找到特征值 我们去找到这个特征值 这个特征值所指向的地方 offset加3 就会是一个int的pointer 那我这个int的pointer a 所指向的int a 再加7 就会是我们hvl get qpc bias 的function pointer 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去hook它 改成我们自己定义的hvl get qpc bias 那其实后面的步骤跟前面一样 就是从stack中去寻找目标sys code 然后在hook这个sys code 就做到了 那放心 这边 你们撑到这边 其实就已经把最复杂的部分听完了 后面就是我们只是要利用 所以前面听不懂没关系 我们只要知道 前面可能忘记了没关系 所以我们要主要知道的事情是 我们可以做到kernel hook了 我们可以再kernel hook了 那我们可以再kernel hook 就代表说 我们可以去实作kernel rookie 那具体来说 我们要怎么实作kernel rookie呢 那一开始 第一点 可能我们可以去hook ntcreate file 那我们hook ntcreate file 就可以去可能做到 拒绝使用者访问某个档案 又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hook ntcurie directory file 来达到隐藏档案的效果 又或者我们可以去hook 又或者我们可以去hook 所以我们有一个攻击方法 我们会有一个攻击的driver 那我们要怎么载入它呢 我们就要使用这个kdu 我们先来看一下msdn 对千章 这个微软的千章的介绍 在X64的Windows Vista之后 就是我们的driver 微软规定说 我们的driver一定需要千章 我们才可以载入 没有千章就不让你载入 这是msdn 这是微软跟我们说的 所以我们合法的方法 去载入driver的方法 这边提供两个 那第一个是 就跟微软 乖乖的跟微软交钱 然后审核过后 微软会给你一个凭证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凭证 去签你的driver 那你的driver就有签章 就可以被正常的载入进去 那另一个合法的方法 其实没有介绍过 就是测试模式 你可以打开你的test mode 那你的patch guard 就会去关闭 那你的driver 也不需要正式的千章 就可以载入了 所以test mode 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 在我们做研究 很方便的一个功能 有测试模式 那有合法的方法 就会有非法的方法 我这边介绍两个 第一个是 baked certificate 就是泄漏评证 baked certificate 就是泄漏评证 就有一些厂商会买千张 会买评证 会跟微软交钱买东西 那假设今天这个微软的评证弄丢了 就是它可能被攻击者入侵 然后这个评证被偷走了 那也这边两张图 是twitter 就是有一间厂商 某一间厂商 评证被偷走了 然后拿去签了一些 他们自己的恶意城市 攻击者自己的恶意城市 让他们可以载入自己的城市 自己的driver 恶意的driver 那这是其中一个非法的方法 那另一个非法的方法 这边介绍的就是我们的 第五章节的主题 KDU 全名叫做 Kernel Driver Utility 那在介绍这个KDU时 我们一定要去介绍这个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简称DSE 它是存在在 Kernel的一个flag 它就是去控制说 告诉Windows说 你今天要去启用 这个检查 签章的检查还是不要 那在DSE为0时 这个检查是关闭的 在DSE等于60 它会是启用的 所以这个6是一个预设值 一般的系统打开 DSE 打开之后 DSE就是6 那8是测试模式 那这个DSE flag存在哪里呢 在Windows 8之前 它是存在在 n2s kernel.xd中 但是在 在Windows 8之后 它是存在在 ci.dl当中 所以不同版本 你要做不同事情 那KDU 就是这个工具 就是去做 透过 有漏洞driver 可能这个漏洞 有漏洞driver 它今天可以做到 任意执行 或是任意写入 那假设它可以做到 这件事情 那我就可以去 写入 这个DSE 把这个DSE 可能把原本 预设值6 把它改成0 那是不是 那个检查 千张检查 就消失了 不过 改这个flag之后 你要注意 你要把它改回来 不然 patchguard 是会侦测这个DSE 这个值的 所以这也呼应了 我们前面 所介绍的 就是 bypass patchguard 方法 就是restore after patch 在我们patch之后 赶快把我们 driver low进去 然后再把这个DSE 改回来 例如说我们刚刚说 原本是DSE 的值是6 那我们就先 先把它改成0 然后 把我们driver 载入进去 最后再把DSE 改回6 那我们就成功的 绕过了patchguard 去载入我们的driver 好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章节 我们要与病毒共存 在大家呼吁 与病毒共存的同时 我们在Windows Kernel 要与病毒共存 我来介绍我们的专案 叫Temper AV 那我们来回想 回忆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第一个 我们可以去patch obregister callbacks 来做到 让Vondoranti 自我保护失效 的效果 第二个 我们可以去hook 在Kernel做hook 而且不会被patchguard侦测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点 来实作我们的rootkit 第三 我们可以载入我们的driver 载入我们没有牵账的driver 我们可以做到这三件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 Temper AV的专案 这张图 左边是KDU 中间 是我们Temper AV的专案 右边 是360 Total Security 的Process 还有driver 那我们就从最左边开始来看 一开始 KDU会载入我们的 Temper AV的driver 接着 我们的driver 就是Temper AV的driver 他会去听 从 那个 我们的Process Temper AV的Process 送来的IOCTL指令 当Driver收到指令之后 他就会去做攻击 那攻击的方法就是前面所说的 Patch OB Registure Callbacks 他把 Dialing Total Security的 Driver 提供给Process的自我保护 关闭了 不是关闭 就是Patch掉了 所以现在自我保护就失效了 保护失效 意味着 Process不再被保护 所以这时 我们就可以去 Dial Injection 到这个 Selling Total Security Process 中 那为了让一切的攻击 更加隐匿 我们还可以 用刚刚的Cernal Root Kit 去隐藏 隐藏 我们的档案 还有 让使用者 拒绝使用者 访问我们的档案 那我们这是 整个攻击流程 那我们就来Demo一下 刚刚所说的这五个步骤 好 左边是Process Explorer 右上角 是 好 左边是Process Explorer 右上角是Command Line 右下角是Explorer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测试环境是Windows 11 21H2 是我当时测试的最新版本 然后 右下角可以看到 我们三个Temper AV的档案 一个DX1 一个Driver 跟一个DL 左边 这个QH开头 这些其实就是 Saturing Total Security Process 就是 防毒软件的Process 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假设我们今天 在Patch OB 之前 尝试关闭这个 防毒软件的Process 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去关闭它 因为现在有 防毒软件的自我保护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执行我们的Temper AV 的Process 我们来执行我们的脚本 那我们去把这个 我们尝试去做DL Injection 到这个 防毒软件的Process中 会发现也是失败的 那也是因为 现在有自我保护机制的 正在作用 防毒软件的自我保护机制 但是现在我们传一个指令 到这个 呃 我们自己的Driver 来把OB Registry Callbacks Patch 掉 我们现在传一个指令 好 现在OB Registry Callbacks 已经被Patch 掉了 那 也就是说他现在 这些Process 已经不再有 这个 不自我保护 他们已经失去了保护 也就是说我们等下 可以成功的 DL Injection 到这些Process 当中 那等下可以看到 成功注入之后 下面会多一个 DL 就是我们自己的DL 2E的DL 那上面的Process 它会去产生一个 comment line 那我们就 注入 可以看到 刚刚出现了 绿色的 刚刚出现 亮出绿色的就是出现了 两个Process 两个comment line process 下面也出现了 我们注入的 TemperAV.DL 那最后 为了让整个攻击 更加隐匿 我们去 嗯 Hook 做Kernel Hook 把 档案做隐藏 现在这些 档案就消失了 这是在 Kernel层做的 rootkit 对你 所以 User Mode的 API 其实是抓不到的 好 那以上是我的demo 这边需要一点掌声 谢谢大家捧场 那 最后 要特别感谢 我在Tim T5 实习的Leader Kenny 还有 在研究过程中 陪伴着我的 这个Windows BSOD 那这个Windows BSOD 跟Kenny 在我这个研究过程中 常常出现 对 Windows Kernel 就是 东西一不写好 就很容易crash 所以 DSOD 或是如果你 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是会很常看到的东西 那 以上是我的分享 议程 谢谢大家 好 现场有没有问题的 好 那 slido上有几个问题 那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使用test mode之后 应该要重启电脑 那 透过driver漏洞 改DSE flag 可以不重启吗 想像 上 修改后 还需要 重新load driver 才会生效 如果没重开器 还可以做到吗 不好意思 可以再说一次吗 使用test mode 之后应该要重启电脑 但 那 透过driver漏洞 改DSE flag 还需要重启吗 想像上 修改 修改后 还需要重启 重新load driver 才会生效 如果没有重新开器 还可以做到吗 对 test mode 就是刚刚说到的测试模式 它是需要去 重启整个系统 你才可以 让它生效的 而且右下角 还会有测试模式的浮水印 但是 我们直接改DSE 这个flag的话 是不用的 你一改 你就可以载入了 好 那 下一个问题 想问改掉防毒软体 自己的callback之后 注入了SLP 那 有办法把callback 还原吗 不然放毒可能 也很容易被关掉 注入的病毒 也就被关闭了 或者是说 自己用自己的driver 把防毒 保护起来了 如果你把 把 ob 就刚刚ob 的callback 给它patch掉之后 如果你是攻击者 你当然可以把原本的值 记下来 那你今天想要 让它回复时 你就把原本的值填回去 那你就等于去还原了 原本 ponderante的自我保护机制了 好 那下一个问题 能隐藏到 让process monitor 跟process explorer 都捞不到资讯吗 如果 如果 整个driver 就是我们的攻击 刚刚说的infinity hook 它其实是相当于 hook ssdt 所以如果你如果 直接call syscall 那是没有办法 如果 如果今天process monitor 它要跑在driver中 它的东西 是有在driver中的话 那其实是没有办法 去 隐藏的 因为 原本 因为ssdt 所以我们只是去hook 相当于hook ssdt 应该这样说 好 那下一个问题 请问在做这些步骤的时候 防毒软体会不会 偵測这些行为 如果 对 以上这些方法 其实是在你 成功bypass掉 那些防毒软体的静态特征 还有一些动态的行为 的pattern 你绕过它们之后 你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在 你载入你的攻击driver之前 你就被侦测到了 那就 这攻击 就没有办法成功 好 那这边再问 最 好 最后两个问题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这边再 最后 最后两个问题 那刚刚demo是修改 防毒软体的driver 那有机会让driver 在kernomot做到 防修改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 不过 成本考量 以成本来考量 例如说 你要去 去掃你的callback 有没有被hook 那你可能就要 可能定时去看一下 你的callback 是不是有没有被改过 那其实 这也是需要一定成本 那其实你在kernomot做任何事情 就是 你要想说 跟在user mode 其实不太一样 在kernomot做事情 会比较贵 就你的成本会更高 所以这是 防毒厂商需要去考量的部分 好 那下一个问题 把dse改掉之后 可能会被侦测导致bsod 那有多少时间 可以在不被侦测的情况下做事 理论上 这个时间不固定 你有可能两三个小时 或一两个小时就被侦测到 但有时候可能 比较晚 你可能可以撑个七八小时 所以这个其实不太一定 那 如果你可以撑超过二十四小时 那基本上 就可以 理论上 大部分研究 其实就是 看你有没有超过二十小时 来判断 你有没有绕过patch guard 好 那这边还剩最后一个问题 那callback的执行顺序是什么 因为不止一个驱动 刚刚有前面 就是讲到 OB ratio callbacks 可以看到有它的 深度 就是有一个参数叫Altitude 那你就可以去设定它 来调整你callback的顺序 好 那应该问题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再次感谢哲哲带来的演讲